Hello大家好我是Yuma 今天呢我跟Ryu 為了拍影片 有出門 然後拍完影片之後 我們去了我家附近的公務中心 在那裡我有 買東西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我剛剛買的 東西 YumaTV 我今天買的衣服類 還有一點點的 化妝品 那首先要 給大家看衣服 好那第一個 是 黑色的長袖 我最近一直想要 薄薄的長袖 因為日本 已經開始冷了 不過穿 比較厚的長袖的話 還是很熱 這個衣服 是很薄薄的 那我先換衣服 給大家看好了 上次的我的公務分享的影片的時候 很多人 留言跟我講 很想看我實際 穿的樣子 所以今天我換 衣服給大家看 1 2 3 嘿 我穿好了 大家覺得怎麼樣 這個 吊帶褲 一起穿 也很好看 然後呢 這個 長度是 不是 完全的長袖 是 大概 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 秋天穿 剛剛好 等一下我要 站起來 所以 這樣子 拍好了 後面也太多 娃娃了 是這個樣子 很舒服喔這個 而且呢 這個衣服 有打折 本來的價格是 5000多的 不過 我這次 3000多 買得到了 Lucky 這個 吊帶褲子穿 也很好看 然後 我就貼很常穿的那個褲子 這個褲子 這樣也很好看嗎 對了 這個花紋是這個樣子 嘍 是小小的花 好 那我今天買的 第二件衣服 將將 是這樣的 one piece 那這個要我實際 穿給大家看 嘍 せー ろ 嗨 我穿好了 這次我沒有試穿 因為今天 還蠻趕時間的 所以沒有 沒有 是穿 好看嗎 這個衣服 這是穿 全身的 字樣的 然後呢 我在店看的時候 沒有發現的地方就是 這邊 到這裡有在洞 很高 還蠻高的 要穿那個太子嗎 這個顏色也是我覺得很適合秋天的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 對了 我們 我 這個還有跟剛剛穿的衣服 買的電視 同一個 店 是叫 NikoN 點點點 我不知道念法對不對 不過我 在這裡買了兩件衣服 所以它的 形狀還蠻像的 這邊還有 這個也是到這裡的 不是完全的長袖 然後這個 這個布的質感也很像的 對了 這個衣服的價格是 這個也有打折的 這個原本的價格是6000多 不過今天我3000多 就買得到了 對 對 我今天買的衣服 是剛剛的兩件衣服 那 今天買的第三個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 帽子 大家知道 為什麼有兩個一樣的帽子嗎 就是 這是我的 這是Ryu的 大哥你要使機帶帽子給大家看嗎 欸 你要使機帶帽子給大家看嗎 你可以等一下嗎 我在玩 等一下 Ryu好像現在很忙 所以我呢 先等一下 等一下我跟Ryu一起 使機帶帽子給大家看吧 好啦 接下來是我今天買的化妝品 只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 將將 我來了 哎呀 不是要拍帽子嗎 我在等 我來了各位 那些 我們一起戴帽子 哈囉 YumaTV 你們好 怎麼樣 欸我 我 我們一起戴 好啦 來我幫你戴 是 這樣的 真的 嗯 耶 嘿 怎麼樣 嘿嘿嘿 怎麼樣 像我的頭有點大喔 不過 Yuma說適合我就買了 是感覺這頭大的帽子其實還蠻不適合的 很好看啦 這個 好看咧 你不覺得嗎 OK嗎 OK啊 我 我本來覺得 這個 形狀的帽子 嗯 我跟Ryu是 不是 不太適合 不過這個 設計 嗯 設計還蠻好看喔 對啊 很適合 這個 啊 這個是那個的 Reversible的 對 雙面的 兩面都可以戴的 反過來呢 我就跟Yuma是 情侶帽 完全一樣的 反過來我跟Yuma就是情侶帽 爬山 對要去爬山所以要戴這種帽子 我比較喜歡這個 那這裡的設計感會比較漂亮 比較現 就是 嗯 比較適合年輕人 我的是黑色 然後 我的是藍色 Ryu的是藍色 然後 我覺得 這樣 扮起來 很可愛喔 所以我今天買了那個 那個 那我回去囉 怎麼咧 怎麼這麼快 啊 準備10塊 又跑掉了 我今天買了這個 我要試試看 頭髮 把頭髮綁起來 從之前看我們的影片的人的話呢 可能知道 我很少戴帽子 因為我之前 不太 不太喜歡 戴帽子之後 頭髮會 弱嗎 然後我自己覺得 我不太適合 戴帽子 所以我 之前都沒有買帽子 不過 到這個年裡 最近覺得 不太適合 也 自己喜歡的話呢 買就好啊 而且呢 這個世界 帽子 的種類超多的 然後 我在網路上有看過 自己覺得 自己 不適合 帽子的人 也一定會有 很適合的帽子 所以我最近還蠻喜歡 去看 帽子店 OK 這樣子 然後 這樣搬起來 也好看 那個呢 我覺得那個 比較好看 那個 我不知道 中文怎麼講 就是 就是這個 這樣也好看 對啦 然後我們這次 選這個 形狀的 帽子的 理由是 這個月我們 有打算 去 像 爬山的 tracking 說到tracking 的話呢 會想到 這個 這個 形狀的這種 帽子 所以我們 這次 選 這個了 完成了 好開心喔 自己 看不習慣 自己戴帽子 配那個圓圓的眼睛 也不錯喔 好 那我這個狀態 直接 介紹剛剛的 化妝品好了 Rimmel Prism Cream Eye Color 的3號的顏色 這個是 只有一個顏色的 單獨的 眼影 我這次 為什麼買這個呢 是因為 我 現在 愛用的 眼影 那個 XL的 有四個 顏色的 我去拿一下 對 這個 眼影 我每天都 使用 然後 這個 只有這個 顏色 又用完了 所以我今天去 找 很像這個 顏色的 眼影 然後我找到了 這個 Rimmel的 眼影 這個眼影 是這樣的 不是粉 是 酸 狀的 帶有一點點的亮粉 很美喔 很有光澤感的感覺 這個眼影的特徵是 讓眼窩 看起來 很 濕濕 看起來 很有光澤感的 所以 我就 就 期待 使用這個 好 那我今天買的 最後一個 商品 就是 腮紅 Vizet的 Forgion Cheeks 顏色是 OR200 Flower Orange 的顏色 其實這個 腮紅 我之前 別的顏色 一直愛用 就是 這個顏色 這是PK800的 粉紅系的顏色 然後我今天買的是 橘色的 我記得那個 腮紅 的 發色很好 然後 它的 刷子很大 所以 很方便 它是這樣的 顏色的 然後 它的下面 有這個 刷子 是這麼大的 雖然 我現在有 上 腮紅 不過 試試看 看不見 我要拿鏡子 過來 很自然 很可愛的 顏色 還是很好看 很好用 好 那今天的 購物分享影片 就到這裡 今天 最開心 的 還是 我可以買到 這個 帽子 很期待 以後 戴這個帽子 出門 那 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大家 請我一個 讚 囉 那我們 下一集再見 拜拜